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姓马跟共产党搭上嘎的 这事就麻烦 梁振英60岁 属马的 成龙60岁 属马的 周永康72岁 属马的 徐才厚72岁 属马的 国民党的马英九强调的是利益 当这个利益走到极限的时候 老天爷要干死他的时候 他就倒了血霉了 梁振英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 他比马英九走得深多了 就是明明确确的地下党员 所以在香港干出来的事情 你就会看到他香港的警察 穿的是香港警察的衣服 当他助纣为虐的时候 他就跟国安 跟这个公安是一样的 跟原来周永康的政法委体制是一样的 他干着类似流氓都不干的事 我说流氓都不干的事 流氓他还有个礼仪呢 那个香港警察有时候干的事 现在干的这个事都已经没有礼仪 没有基本的黑道道归了 白道道归都没了 猖狂的时候就是流氓 就跟那蛤蟆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 在台湾国民党惨败的同时 那在香港战中的事情 在金中这块地方 出现了新的冲击点 评论蛮多的 但我们说一个具体的故事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目击者证人证实说 香港警察威胁女生 给你抓到差馆里强奸了你 这是香港警察 穿着警服 直接述出终止 穿着警服 那你就是一个公务人员 直接侮辱香港人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知道什么叫附体类 这东西就叫附体类 那个时候就不是它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 其实想破大家的一个观念上的想法 那为什么在港英时期的警察 在过去的警察 他不这么做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做了 大家看起来表面 他是公安化 国安化 但他是同一个人类 对不对 文章讲 示威者拍到有警察在海浮天桥上向群众指起终止 而这海浮大厦 我们知道在10月1号那天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挂到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曾经是警察的一位姓朱的先生打电话给一锤定音节目 称自己当时身在现场留守 详细的描述了海浮中心冲突的前因后果 他讲 昨天晚上在金钟并非希望冲突 是要帮助那些受伤的抗议者 但他却目睹了警察使用过度武力后 一直留守到清晨 他自己曾经就是警察 他说早晨9点 三名便衣警员在海浮天桥走到地面 那其后不断的以最难听的粗言侮辱示威者 当时他并没有穿着警察背心或者佩戴伪人证 所以众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所以示威者不知道这三个便衣警察是警察 这是他在陈述在金钟发生冲突的原因 他说一位女示威者反驳他们 三个警察立刻说 你再抄抄 这是人说的香港话了 我大概能理解的 你再抄抄就给你抓到派出所里强奸了你 这就是国安公安的做法 对吧 我跟大家讲过下三路 他们就立刻变成下三路 在警察说完这样的话之后 众人哗然 此时群众才得戏 他们是警察 那是警察才会说 给你抓到派局子里 把你强奸了 把你绊了 对不对 那老百姓不会说这话 那这位女生文言就更加愤怒 继续与三名便衣警察发生口角 到达海福出口时 三个警察突然扑向女生 女生惊慌之中 从海福中心的楼梯跌下 梁振英是地下党员 今天把地下党这个牌摘了 所以这个东西 这是在香港 其实大家可以这么对比 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和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正好是从正反两面 跟大家说共产党的邪恶 这个我觉得和它的魔鬼性 我觉得直接就这么讲 和它的魔鬼性 是正反两面 在启示着 在起悟着 在唤醒着每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 朱先生讲 当时正巧有十多名 比较激进的示威者 闻讯感知 立即上前包围了三名警察 大兴问罪之时 三名警察 有人拔出警棍 一度想挥手打人 以为能够吓住示威者 起料这批勇猛的示威者 不易就范 出手把一个警察制服 一个警察被制服之后 其余两个警察 即刻倒地 装成晕死过去了 这帮东西真的不是 被共产党附体之后 它真不是东西 对吧 刚才三个去冲着女人去 然后来了十几个男人 给掐住一个 立刻那俩要躺地装着晕倒 我相信那时候恨自己 尿裤子才好呢 他又能尿出来 我跟大家讲过 跟鬼碰在一起的 那男的不是男的 女的不是女的 就这男的 你要他干嘛使 是女人 你说你要这男的干嘛使 我说句难听话 他能对谁负责 他为了自己会出卖一切 包括他自己 然后文章讲 在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求援 那比较温和的示威者上前 推开了那些激进者 那并且有救护车上来照料三个人 就在其后 朱先生见到前后有两批警察冲了下来 人数分别为二三十人和一百人 冲进了海服中心 质问为什么打我的伙计 一群傻蛋 被共产党利用的 被梁振英利用的 一群傻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说这个警察是被梁振英利用的了 这个而且做着不是正常人的事情 同一时间 自由亚洲电台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文革批斗语言 香港借尸还魂 梁振英警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我们原来开玩笑 是说深可忍 孰不可忍 梁振英批评 星期日双学号召包围政府总部 表示市民认为 适可忍 孰不可忍 他表示人大决定不会修改 市民表达意见 一定要用合法方式 非常有趣的是 梁振英死定了 但是梁振英意识到 今天要把他扔了 但是使用的 使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那一套 虎夫无犬子 梁振英的女儿也说话了 法广的报道 梁振英已经焦头烂额 而女儿还在玩自杀 30号几千名学生包围了政府总部 一直持续到1号早晨 将近12个小时 包括梁振英在内的特区 上上下下的官员 忙活应对最新的情况 但梁振英的女儿 却在Facebook上 和另外的社交网站上 透露出自己萌生自杀的念头 一天到晚 阳着要自杀的梁振英 连带这次在内 一共至少有三次说要自寻短见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他女儿的做法 老爹要玩命 生可忍 熟不可忍 女儿要自杀 警察耍流氓 那英国的议员呢 明确支持香港的一些行为 这些的议员 据说去中国的时候呢 就没让入境 已经发生了 紧接着英国的议会呢 有议员想到香港去调查 到底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那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发言人呢 直接以拒绝的方式呢 这个非常干脆啊 咔嚓就给人干了 那个甚至通知英国呢 说如果你的议员 想到香港去调查的话 我都不让你踏进香港 你进不去 在那个海关那儿就给你拦了 那大概故事是这么个故事 针对这件事情呢 英国外交部呢 发表了声明 自由亚洲电台这么说的 中国公然践踏中英联合声明 那英国外交部委员会 斥责中国过度对抗 中英联合声明 对吧 那中国人现在已经把它变成 自个儿的声明 就是他在上 别人在下 这个是蛮有趣的 英国外交部讲 中国表示将拒绝英国议员 进入香港调查 令人遗憾 并把这样的观点 转达给中共当局的最高层 早前中国驻英国的领事馆 知会 英国议员不准他们按照预定计划 前往香港 香港议会下院的外交委员会 原本计划就香港政治改革 港英关系等问题 前往香港调查 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李查德 形容中共当局形势过度对抗 他将提议议会就此事展开紧急辩论 我个人的说法就是挺简单的 只不过 只不过就是让所有人看到 尚存人性的人懂得共产党党性的邪恶 国家 政府 政权 官员 法律 规章 一切都是服务于人的道义与尊严 而不是侮辱人的 共产党的东西是侮辱具体人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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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